母咪 母咪 母咪心洞洞 哈囉大家好 我是妮妮 我是阿豪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週報 好哥知道母咪這號人物嗎 我這號人物我覺得我好犧牲 很羞恥是不是 母咪真的是轟動一時耶 我記得有一陣子的實況聊天室 每天都在刷母咪母咪心洞洞 對那個時候真的非常非常 對 這個是戰鬥女子學院 對 台灣這邊也有很多支持的玩家 像我們爸的場外反一堆 母咪也掌食粉絲 對很多人就是在那邊刷母咪嘛 那現在齁其實要來聊一個 有悲傷的感覺嗎 因為母咪也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要跟大家拜拜 就是他們的戰鬥女子學院 在不久前就講說 我們要結束營運了 因為好像故事也講完了 然後差不多在七月的時候他們要結束營運 終止營運了 然後台灣的話也是在九月的時候會完全的關閉遊戲 哇真的要跟母咪說再見了 真的真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我還記得齁 其實也不是我還記得啦 小飛剛剛還找那個影片給我看 有一個母咪戰鬥操嗎 那個 那是他們的工作人員 我覺得那應該要加薪吧 對 真的要加薪 那真的要加薪 比我剛剛在那邊比那個還要 他是跳整首耶 我覺得那真的是要加薪 而且還有穿 母咪操 還有穿那個制服 我真的覺得應該要加薪 男生也要穿那個 那個叫什麼高中生 高中生的制服 對啊 那所以喜歡戰鬥女子學院的朋友們 一定要把握就最後的時間 跟母咪多多的相處一下啦 對 然後再把那個母咪操的影片 再抓出來看影片好不好 再不行一下 其實我覺得就是一個時代 沒有不散的宴席 對 但為什麼你要這麼尷尬的樣子 對 我想說這個我不知道該接什麼 沒有嘛 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手機遊戲一直推出新的 然後這個呢 其實線上遊戲也是嘛 就是每個遊戲都有它的 回憶啦 回憶 回憶也是 回憶不錯 回憶不錯 好啦 那接下來繼續收看我們 手機遊戲走爆 Links Rings 是以擴張陣地玩法為主的 四對四對戰遊戲 我們要在時間內設法 讓地圖上我方陣地的比例 高於對方才算獲勝 取得陣地的方法很簡單 凡是隊伍成員走過的地方 都會自動變成我方陣地 利用繞圈的方式 還能夠直接一口氣 把一大塊空地變成我方陣地呢 不過要注意喔 取得陣地也是要消耗能量的 所以場上的能量據點也要守護好 才能夠讓大家回來補充能量 當然你也可以利用攻擊敵人的方式 來阻礙對手取得陣地 覺得自己技術不好總是打不贏人嗎 在這裡默默付出取得陣地的人 才會是最後的MVP 喔 Death Hole 是一款驚險刺激的平台冒險遊戲 某天玩家被不知名的魔王拘禁 在村民的幫助之下找到了逃脫之路 但一路卻是驚險萬分 玩家必須要試圖穿過重重刀山 再閃過獠牙巨斧 並在銳利的尖牙陷阱前緊急剎車 雖然說關卡危險重重 但好在每次都有四顆愛心可以消耗 而且在採中怪物時還能夠回復生命 然而我們的逃脫行動 依舊驚動了大BOSS 他在後面如影隨形 隨時張開血盆大口 準備把你一口咬下 我們必須加緊腳步快速抵達下個安全洞口 不然若是被他碰上了 就算再多條命也是會被秒殺的喔 DFM 上的網頁遊戲 Oblivious 現在也以晉級的阿斯托拉 諾倫之祕的名稱登上手機 並且搶先在中國地區測試囉 玩家將扮演一名在魔界生活的少年 某一天召喚出人類諾倫 以及人類騎士查理儀式 在諾倫和查理的討論之下才發現 少年其實也是個人類 而知道許多真相的諾倫 卻因為記憶模糊而想不起更多的事 為了幫助他恢復記憶 就這樣和英雄們踏上了冒險的旅程 遊戲的戰鬥為回合制 玩家可以決定每回合角色的攻擊順序 戰鬥時只要角色進行攻擊 就能夠累積能量值 集滿後在下一回合 就可以使出強力的角色技能 除了可以跟英雄培養感情之外 還有一個十分特殊的卸妝系統 只要消耗能量就可以對英雄的衣服進行破壞 進而改變英雄的穿著外觀喔 當個專業考古學家一起來挖骨頭吧 在Taptic My Museum 中 我們要經營一座博物館 展出的內容就是這些史前大蜥蜴的遺骨 不過沒錢沒資源的 只好自己親自動手去挖展品啦 我們要搭上飛機飛往世界各處 挖它個十萬八千里 不過由於時間有限 我們必須在數十個沙土的範圍裡 以及限定的挖掘次數中挖到恐龍骨頭 這就非常考驗各位的技術和運氣啦 只要成功挖出一隻完整的恐龍化石 就能夠吸引更多觀光客前來參觀 博物館也就能多賺點門票錢啦 如此一來 我們就可以飛往更遙遠的地方 繼續挖挖挖囉 結合了西洋棋、RPG 以及卡片對戰的七影 七個王國與月影庸兵團在日本推出囉 玩家要運用策略和各種類型的卡片 想辦法擊敗對手的隊長角色才算獲勝 遊戲特別的地方在於每一種類型的卡片 都有他們擅長的攻擊角度 像是中規中矩的騎士 能攻擊上下左右四個方位 法師只能攻擊前方直線的敵人 盜賊則是移動力高 而且能夠攻擊後方的敵人 只要好好運用這些卡片的角度優勢 就能在攻擊敵人後不被反擊 這也是至剩的第一步喔 曾經開發 Last Day on Earth Survival 等遊戲的俄羅斯公司 又帶來了新的遊戲 Forced Born 遊戲的一開始 我們可以先在家園區域撿取素材 或者是打打獵來建造自己的家園 接著就要踏出自己的舒適圈 向外面的世界探險啦 離開家園後 外面有危險的野獸和怪物 要記得帶些防身武器 和路上可以用來果腹的食物 在這個世界中最大的威脅還是其他的玩家 只要在外面死亡 身上的道具就會消失 所以我們也可以搶奪其他玩家的道具 真的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呢 Avengers Assemble 漫威超級之戰 要讓漫威英雄們再度齊聚於堂 一起來一場驚奇的超能對戰 這是由中國網易和漫威娛樂合作開發的MOBA 首席遊戲 收錄了許多熟悉的漫威角色們 像是綠巨人浩克、美國隊長、驚奇隊長等等 每位英雄都擁有一系列獨特的能力 玩家們可以使用每週出現的免費英雄 或是自己購買喜愛的超級英雄和別人對戰 不過遊戲目前還僅在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區封策中 就請各位漫威粉絲們再耐心等等她的正式推出囉 一舉入袋 姑姑店舖 是手機遊戲姑姑栽培研究室系列的最新作品 玩家要扮演背負巨額借債的姑姑 透過經營商店、努力工作來償還借款 遊戲玩法為抑制消除 目標是要完成對話框中顧客要求的商品 要是在有限的行動次數內沒有交付完成 顧客可是會干顧掉 嚴重影響收入的喔 這時就要藉由一次消除大量方塊 觸發大量入袋 一口氣達成顧客需求 每天營業額的10%會拿來還錢 剩下的90%可以進行商品改良 提升店舖等級 隨著環境進度 還會獲得證照作為獎勵 除了有增加收入等各種效果 入手某些證照之後還可以發動技能 當顧客的需求越來越嚴苛 感覺已經賺不了錢撐不下去的時候 就轉職吧 每次轉職後店鋪等級歸零 顧客的需求也會下降 等於是轉換跑道重新出發 玩家們一起來幫助咕咕精通各行各業 玩玩借款吧 手遊天真Square NX 公布了 《勇者鬥惡龍》的最新手機遊戲作品 《勇者鬥惡龍WALK》 遊戲將結合真實地圖以及場景 玩家將能夠在現實中成為勇者 到處打怪尋寶 還能夠和其他玩家共組一支堅強的小隊 施展帥氣的技能 擊敗地圖上的BOSS 另外玩家還能夠在地圖上設立一個自家據點 成立自己的勇者小屋 每天回家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冒險記錄和部署 有空的話還能夠去別人家串串門子 不只能夠欣賞精心佈置的屋子 還有機會在屋裡收穫道具獎勵喔 喜愛勇者鬥惡龍的玩家們 現在是不是找到出門走走的動力了呢 等到遊戲正式上嵌後 讓我們一起出門打怪奪寶吧 《WONDERBOY THE DRAGON'S TRACK》 是1989年推出的經典平台遊戲《WONDERBOY THE REMAKE》版本 玩家將扮演勇者前往地牢打薄斗惡龍 但在成功擊敗惡龍之後 卻不幸中了詛咒變成了龍 因此玩家只好踏上鼓鼓 尋找解開詛咒的辦法 一路上玩家將會遇到傳統險境 在每次擊敗BOSS之後 我們將獲得另外一個詛咒和全新的能力 手機版除了可以欣賞全新的美術風格之外 遊戲內還保留了復古風格的選項 玩家可以自由的切換 來回味30年前的美好喔 《Zombie Night Terror》 是在 Steam 上獲得極度好評的 僵尸型策略遊戲 而現在也移植到了手機平台 遊戲中玩家將從上帝視角 體驗讓全世界行屍走肉的過程 一開始必須先仔細的觀察地圖上人們的行動 接著替理想對象注入僵尸病毒 他們就會瘋狂的四處亂咬 而被咬衝的人隨後就會搭上這班僵尸列車 但人類也並非毫無反擊之力 許多拿著槍彈火炮的保安 會試圖擊殺你的成員 此外殭屍也只知道橫衝直撞 因此玩家還必須在地圖上做出引導 像是幫助他們破門或是上下樓屁的方向 才能夠確保全世界都能陷入這場瘋狂喔 主打爽快對決的卡片對戰遊戲《我的回合》 近期在中國展開了封測 遊戲替玩家省去了組牌或是超牌的煩惱 只需要決定出場的職業以及兩張道具卡片 就可以開始對決 每局玩家將能夠選擇四名職業和對手來場生死鬥 每個職業都有各自固定的卡片以及裝備 玩家必須要妥善搭配不同職業間的技能 才能夠戰勝對手 此外每個角色還有獨有的EX大招 當下方能量級滿時就能夠自由發動 給予對手後排致命一擊 或是復活我方關鍵角色 逆轉戰局 說到了這裡 喜歡這種玩法的玩家 是不是有點期待了呢 Word for 2 是一款題材特殊的像素風格養成遊戲 在未來的某一天 因為大災害來襲 讓世界上的生物幾乎滅絕 存活下來的人們 只好努力找出恢復大地的辦法 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前往室外探索 尋找存留的物種 透過正確的媒合它們的DNA 來取得生物訊息 接著再將取得的DNA 拿回到實驗室中合成新的物種 替這個世界注入全新的活力 但並非所有的組合都能夠創造出新的生命 嘗試失敗時可以試著閱讀生物的進化路線 來找到更多靈感喔 這一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